就是產生了交通部的表格資料 裡面就是我要的 這個資料我要怎麼樣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不是用複製貼 而是用程式來取得網頁上的資料的話 其實也不難 因為之前我們有在上次上課有講到 就是利用ChargeBT給他問一下問題 問什麼問題呢 請幫我使用 Q這個地方 請幫我使用IE物件 撰寫VBA程式 將網址冒號 後面這個網址 其實如果你假設要針對今天我們寫的程式 就是今天的這個需求產生程式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網址改成你剛剛產生的這個網址就可以 所以剛剛的這一段其實可以把它貼上之後 如果你不想要重寫的 不過大概其實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直接打開ChargeBT 底下的話可以給他一個訊息 訊息裡面的話就把這個網址 把它直接改成我們剛剛這個網站的網址 然後直接給他就可以了 貼到這邊來 貼上 OK 這樣的話其實他大概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那主要我是希望寫一個VBA程式 不過有指定就是用IE物件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使用IE物件 只是說寫法可能會有不太一樣 這個我想你們也可以如果有時間有興趣的同學 你也可以試試看 那最後是希望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IE物件當中 OK 所以這個語法沒有很複雜 那只要你這個跟他講你的需求 我想理論上他應該就可以幫我把程式寫出來 不過啦寫出來程式 我是覺得有一些地方是會有BUG的 哪些會有BUG怎麼修改 我們再來看一下 上一次上課其實有講到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錯的部分其實也不多 大概我記得好像一個兩個問題而已 而且他底下寫完之後 他還會把這個程式的工作原理 幫你做一個清單 讓你知道到底上面在做什麼 OK 所以啦 你們可以自己就閱讀一下 如果實在是不知道不懂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某一段程式貼過來 請你幫我解釋程式 他會幫你解釋得很詳細 其實我是覺得上面已經 就把這個什麼註解有沒有 都已經寫在這個程式的上方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慢慢習慣之後 他已經給的東西已經算是還蠻清楚的 OK 接下來你就很簡單 複製程式碼就可以了 接下來複製程式碼 你必須要知道說你要貼哪裡 那一樣 我開啟Sale之後 開一個空白的活頁簿 貼程式因為開發人員沒出來 所以記得把開發人員的標籤記得一定要打開 然後呢 很重要一點 你說程式要貼哪裡 前面要講過吧 貼在VideoBasic 這邊就打開之後 按滑水右鍵 插入模組 記得喔 一定要把它貼到模組上 不然隨便看一個地方可以貼 就貼不行 一定要貼到模組裡面 然後把程式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好 就大概這樣可以啦 你程式就寫完了 再來的話 你基本上95%應該就完成了 只是說你現在執行 應該會發生錯誤 錯誤的原因 好像我們上次一樣的問題 它一樣還是沒有改正 哪個地方 就是這個所謂的什麼呢 後面有一個叫 Gate Element by Tag Name 指的就是說 我要找那個 網頁HTML裡面的table這個標籤 小瓜糊0指的是第一個 第一個table 可是我們之前有算過 好像它不是第一個 它應該是第二個才對 所以呢 這個程式如果執行錯誤的話 或者是抓沒有抓到東西 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0改成1 好像就可以了 我先執行它原來的程式看看 會不會有bug 執行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按下上面的執行 看看有沒有結果 它有在跑 有沒有 所以它 賄賂完成 可是你說老師 賄賂完成為什麼 什麼東西都沒有 有啦 有什麼東西 看一下 這個東西 這個不是我要的啊 單位 冒號人 4 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 國人出國人數按目的 然後表格數 冒號1 你說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有的時候你其實可以切回到剛剛的這個網頁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是抓什麼 抓這個東西啦 那這個東西實際上就是剛好第一個表格 OK 那你說老師它明明不是個表格啦 其實我跟各位講 有些時候網頁裡面的表格 除了可以拿來放表格資料之外 有的時候會拿來當標題 或者拿來排版 那上面這個其實就是 它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一個 放那個標題的 OK 好 那所以抓錯了怎麼辦 沒關係嘛 你說這個是第0個對不對 那如果假設你要讓它往下的話 你就把它加1比較好 加1的話 那所以喔 我剛剛講的你改的地方喔 其實就是把這邊改動一下 改成1就可以了 所以其它貼上之後 什麼地方都沒改喔 只有呢 改了這個地方 其它我都沒有 我把它重新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再按它Run一下 看結果對不對 執行一下 賄入成功 哎 怎麼什麼都沒有 再 第一頁 工作表意 對 看一下第1頁 第1頁有勵 他為什麼不指 我看一下 他陳詩應該有指定換哪一個吧 嗯 哦 續折一 пар 所以它這邊的話,已經把它指定到這個工作部的第一個工作表 對,可以耶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要放在第一個的話 那只要把這一行槓掉 然後這個W點槓掉,其實就可以了 但我相信應該很多同學對於修改程式應該是最大的兆忙 可是如果未來,假設你除了會產生程式之外 也能夠修改程式的話 那我覺得很簡單嘛,比如說剛剛這個問題怎麼改 這個指的就是我指定在第一個 那我可以把這一行,把它刪掉 然後呢,再把這邊的指定在第一個,把它刪掉 這樣子它理論上應該就會放在第二個 就是你目前的工作表,我執行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 所以呢,這個時候的話,它就不會強制放第一個 放第二個也沒關係了 所以這個的話,你可以再修改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如果我今天想要寫一個程式 是希望能夠把我們剛剛從那個什麼 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上面的這個表格資料 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那我其實是先開TriGVT 給它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其實我有把它放在這個 雲端,就像上次上課的這個問題 然後,只是差別是把網址 改成我們剛剛那個網址 它就會給我答案,請各位先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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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花 未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